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没有来吃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来过 他说这里不错 他以前来过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 他要上市 儿子推荐的 对对对 无论是新客人还是老食客 都是冲着着上海本帮菜的招牌而来 那么这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上海小菜呢 我们还是跟着冰号去食客的桌上看看 其实走进来大家看 这里边也地方确实不是很大 就像家里边的一个客厅一样 但是现在正好正值这个午饭点 所以这里也全部都做满了 到底大家会比较喜欢吃 他们家里面什么样的菜呢 您好 打扰你一下 这个经常过来吗 经常过来的 来一般会点 点他们家什么菜 葱烤大牌 这个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他们家最有特色的菜 然后还有这个蟹粉蛋 还有这个豆苗都很好吃 吃起来一瘦味 进去的时候吃了呢 想着啥肯定吃了米的 蹦帮菜了 有些炸鸡 所以没有胃口 所以今天的时候 老鱼住了 还有 咱们过来的 我们普通吃过来的 阿姨刚刚讲说 你昨天刚来吃过 对呀 昨天刚来 今天又来了 对我们偶然路过的 看到很多人在外面排队 我们就排了 排了今天吃的 觉得蛮不错 今天再来 为什么一直会来这家吃呢 好吃啊 对 价格怎么样 价格还都很实惠 然后菜啊 份啊 量都挺大的 一圈转下来 我们发现 几乎每桌 无论是男女 都是精心有味的 吃着一块块 看起来非常传统的大牌 据说 不少时刻就是冲着它而来 那么它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哪道菜比较好吃一点 冲烤大牌啊 我今天点的大多多特色菜 我觉得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因为这是个空盘子 这样吧 你跟我形容一下吧 这道冲烤大牌 它的味道 它肉质很嫩 然后很入味 然后有香葱拌的话 味道都还不错 这个是厕所菜嘛 味道很好的 它上面嘛 就是铺了一层葱嘛 然后里面就这个大盘 跟这个葱香味道都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妈 就是很有那种 反正很有上海本包菜的特色 有没有妈妈做饭的那种感觉 有有有 比较像外婆做的味道 像外婆做的味道 有妈做饭不是很好 它这个葱啊 它这个葱啊什么东西 你看那点都不黄的 因为我们说葱都要黄掉的 对吧 不可能这样子 不可能这样子 它这个肯定是 我估计是煎过的 但它这个煎过可能是摆过那个淋粉的 然后所以里面还是很嫩的 外面比较脆 入味的啦 很入味 很入味的 本包菜的那个就是浓油菜家嘛 老薯米也 外脆里嫩 鲜香入味 众多食客仅有独重的葱烤大排 它的原料却是再简单不过的大排肉 老抽 黄酒 姜水 味精 生粉和鸡蛋 今天大厨就要透露给大家 这烧大排的秘诀了 在家烧饭的阿姨们要看仔细咯 就这两样东西 怎么把这个排骨做的味道地道又 然后入味呢 这就我日本师 等我给 对 我给你演变一下 好吗 对 这就给你演变一下 对 这要大排吧 你选大排要记着 筋 知道 表面光滑 你看 纹路清晰 只要这个大排这种肥的东西 我们都不要的 我们只要 旁边这个肥的都不要 对 尽量很瘦一点 尽一点的 尽一点的 对 因为烧出来就不要 稍微好一点 调好精良的大排肉 准备好原料 剩下的功夫就全在手上了 王大厨给我们提量了 三个重要的步骤 一敲二将三发 主要在这个敲上面 敲得很讲究 因为不要敲破着的 像我们下刀 敲的不就这样敲吗 不 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敲得仔细 因为我们敲这个大排 一天的话 要敲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啊 对 树的敲完之后 我们再敲一遍 对 这样敲是为了什么呀 因为这里面纹路 敲断了着的 为了主要上浆 主要内面 最主要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用刀背把大排反复敲得松软 然后放入各种调味料 下一步就是上浆 大厨 我看到现在好像觉得 这个包括说刚刚那个调料 放多少 一勺半两勺这样的 也没有太多的 这讲究很大的 我告诉你 因为你这些调料 放进去知道 为什么这么烫吃 知道 因为你放多了 它吸收不了 你放少了 它因为这个大排老 你要放来 恰到好处 那这样要浆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浆好了 将到这个外表有点滑滑的感觉 你看到吗 有点掐 有点四段不段的一样子 就这样就可以了 抹了一层 对对对 对对 觉得有点滑滑的感觉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放生粉 放在生粉就可以了 放多少 两三勺的样子 就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要什么 放冰箱 接下来要把它封住 放冰箱 放一下 因为这水要把它吃进去 放一下 就是只在冰箱里 放上三个小时 让大排把汁水充分吸收 然后拿出来用六成的温油 先煎一下 让大排香脆金黄 香葱同样呢 也先煸炒一下 再加入大排 一起烧熟即可 这样一道菜 在这里的售价是25块 其实这里的小菜 大多在十几二十块 搭配合理 可以吃出很高的性价比 老板娘郑女士 也经常亲自在饭店里 招呼客人 她说 要想留住客人 靠的就是美味和实惠 外面现在三十多多天 里面一样也是热火朝天 老板娘店开多久了 大概有十几年了吧 价钱定的都不是很高 是吧 对 我们都是十几二十七块的 像是就是工薪借的 都可以接受的那种 对对对对 为什么定这个感觉 是大说实惠的 活力多小嘛 因为这个店是我们 我们自己的 不用交那个房租 对啊 就心理心态比较好嘛 对啊 所以就一直 这么多年一直没长过什么家 平价 味美 再加上有家里的感觉 难怪一家小店 开了十几年 还是经久不衰 始终有着旺盛的人气 也许是吃多了山珍海味 朴实无华的葱烤大牌 才是上海时刻心中的 最最念念不忘的经典 每天上午九点开始 刘军呢 就要开始 他在烧鹅店里忙碌的一天了 作为老板 他要先把挂在 空调间里的一只只鹅 放进烤炉里面去烤 用他的话来说 鹅在进烤炉之前 一定要先在空调间里 待上一整天的时间 天热 人要吹空调 为什么鹅 也能够享受这般待遇呢 那么这里厨房间温度比较高啊 比较高嘛 这里 里面专门弄了一个小房间 小房间它里面装了空调 那么温度高了以后呢 它比较容易出汗 那个鹅呢 它会出汗的 一出汗以后 它留在上面那个顺便很难看 它在那个低温下面 它有利于它的这个表皮啊 发脆 我们上的是脆皮水 脆皮水上去的它的作用呢 就是它的整个表皮呢 颜色一致 然后烤出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脆 但是你高温情况下呢 它就不会干 空调是一年四季开着的 16度 永远是16度 它不管是天冷天热 它都是16度 那么这是每天分几批 把它挂进去 刘老板说了 鹅在空调房里挂着的时候 一定要在它的脖子下面 垫上一层纸巾 防止鹅头上流出的水 滴到鹅身上有痕迹 刘军做餐饮有17年的时间了 它做烧鹅的方法 都是从广东的师傅那里学来的 如果要烤得好的话 就这个表皮要饱满 要非常的饱满 这里颜色呢 要均匀 这上面的纹路呢 要非常清晰 特别是下面 这下面一个部分 靠肚子那个部分 如果你的水平不够的话 它会发黑 整个会发黑 如果你那个 你的师傅的水平够的话 那么整体的颜色呢 是比较均匀的 烧鹅店每天卖出的烧鹅 将近40只 除了提供外卖 糖吃的生意也非常火爆 据一些老顾客说 首先看中的就是 他们家的烧鹅皮很脆 所以看起来嘛 就是外面比较亮嘛 而且肉质嘛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肥 实际上关键还是吃起来 比较脆 口感比较脆 而且那个比较香 他们家萨鹅吃起来味道 很细腻 而且皮很脆 因为它的油 已经完全被烤干 烤出来了 经常来这边吃呢 经常一个礼拜 最少来三四次吧 为什么特别喜欢吃 因为它这边的烧鹅很脆 看上去有点油 其实它吃起来一点也不油 因为它 你看它表面烤的是油油亮亮的 但是它吃起来不油 那种皮很脆的 店里的烧鹅既有单点的 也有烧鹅饭和烧鹅粉的套餐 套餐的价格是27块 很适合中午附近的白领 过来解决午餐 他们的烧鹅除了是皮脆 汁也是特别多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 有汤有水 然后还有烧鹅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就很舒服 有些店里边 它可能会就是烤得有点过了 那个皮会干 然后那个肉质没有这么多汁水 一咬呢 这个汁水就流进去了 这个肉也比较嫩一点 肉比较嫩一点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它这里是广邦师傅嘛 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它这个稍微没有一点腥味 肉吃上去非常有嚼劲 然后那个皮也非常脆 然后这个酱汁也很好 它吃出什么味道这个酱汁啊 都是什么 就是很典型的广东的那种烧鹅的那种酱汁味 调得非常好 就稍微有点偏咸了 偏咸稍微 那夏天的话吃这个烧鹅 然后你会搭配什么来吃吗 这个是米粉是吧 对的 我觉得搭配碗有汤的米粉 因为如果吃饭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偏腻 偏油腻了 所以另外米粉 这米粉汤非常不错 我估计它应该是熬了很老汤了 老汤做的 刘老板说了 它们的鹅选用的是广东中山的黑棕鹅 肉质比较嫩 吃口也不会太柴 每天它都要烤四炉烤鹅 中午两炉 晚上两炉 每次烤四十分钟 它们的烧鹅汁多 店家是有秘方的 那个鹅的那个肚子里都是有汁水的 很多的汁水 那么汁水 那我们的汁水呢 那个汁水料调的时候 跟人家有点不大相应 用的是什么 不一样 它带有黑胡椒 还有那个就芹菜水啊 各种各样的西芹啊 番茄啊那种 为什么要放这种芹菜水番茄 提香嘛 它剪掉它的烧味 然后增加它的香度 然后你真正出来的时候 真正出来的时候 这边要割一刀 把这个汁水汁出来 但这个鹅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过了四十分钟以后 它质量会下降 表皮呢会发硬 就我建议呢 最好在一个小时室内吃掉它 夏天天热 吃点烧鹅 蘸点酸甜酱 吃着真的是开胃爽口啊 刘老板积累了十几年的烧鹅精 也终于让它的生意是越做越红 午餐的时候 我们来到一家面馆 看这样子已经没有座位了 生意不错 味道也一定不错吧 凉美的吧 东西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什么 面 Amazing 就是感觉分量很足很大 面相觉得很大分 量很大 对 好吃是肯定的 但除了好吃 大家都觉得这儿的分量很大 特别是焦头 究竟多大 今天来到这家店呢 据说他们家有一个金牌塑胶面 特别特别的招牌 到底是怎么一个招牌法呢 我点了一份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得上 塑胶来咯 没什么特别的 这份塑胶的份量 不会是因为我们拍摄特别制作的吧 我们还是先去时刻的桌上看看 你好 谢谢大家 哇 这个点的是 塑胶面 塑胶面 就一个焦头 这份是 这个就是焦头啊 真的是 够震撼啊 您是第一次吃还是以前来点过 第二次吧 第二次 对 那这个味道怎么样 量怎么样 量很足 然后味道也蛮好 有没有想过它这么大 没想到 我想不可能这么多的 不可能这么多 三四个人吃都吃不下 量非常的充足 非常充足 你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好 那两个字还好 量大不大 大 我们五个人就够了 五个人吃一份就够了 对对对 你们是点了这份塑胶面 几个人分着吃的是吧 对没错 因为那个嘛 这个塑胶面我进来的时候 就看见大家都在点 然后我觉得量也很多 所以的话点一份 可以大家一起吃 我觉得很实惠啊 量很大是不是 对很大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种塑胶吧 因为平时吃的都是 里面最多就三种样子 就是说素菜 但是我看里面有 金针菇 有萝卜 有青椒 瓶菇等等 还有扁豆 真的很多 所以想试一下 看来这么大份的焦头 原来是真的 但光是分量大 还不是特别 这道塑胶头的口味和选料 也很不错 轻的轻 黄的黄 绿的绿 你看 我们都吃光了 很好吃 这一份面 你们是几个人分的 基本上一上来 我们就全部都抢光了 一份基本上四五个人分一分 差不多 塑胶因为很难炒 炒得不好会软 这个炒得很好 没有很爽脆 蔬菜说的时候都炒得很好 还蛮脆的 火候还不错 对 这里面有些什么品种 有青菜 金针菇 还有面筋 总是很多 胡萝卜 对 总是很多 还有香肝 对 我觉得要熟熟的话 大概十几种有的 对 有有有 但下着来说 女生应该比较喜欢吃那种 青菜比较多 然后焦头比较多的东西 这个塑胶味道怎么样 很好很不错 我觉得很好吃 很清淡 然后就说 夏天嘛 多吃蔬菜肯定是好的 对对对 会不会这个炒素 有的时候会没有味道啊 没有啊 我觉得可以 它也不算很 就是说 我觉得色香味都很好 这份塑胶头 有超过十种的 新鲜蔬菜组成 这么大的份量 口味也不错 关键是要实惠 你这个好像比较好一点 你看看 这蛮色惠的 外面的量 有这么大吗 好像没有过 这个量 大概是外面量的几倍 我觉得一倍是最起码的 一倍是最起码的 对 这个面呢 好像有很大一碗吗 这里 对面也很大一碗 但是 面的话 我觉得三两有 但是如果是 冷面是最好的 天气太热了 因为天气太热了 其实汤面有点不习惯 但是也很好吃不过 有点冷面吗 我不知道 我就看见 我就跟大家一样嘛 这个店也很好 慢点问问厨师 可以凉拌 然后放这个塑胶 我觉得 也是一种新的 夏日的一种 对吧 整口味 外呢 价格也比较公道 可以四米多少美好啊 那量大 它会不会加钱呢 不会 大概上这一份面多少钱 32元 好吃 实惠 量大 不过 您千万别觉得 这个塑胶头 做起来很简单 光是十种蔬菜的搭配 既要保持口感 又要考量口味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金牌塑胶面 大家都说了 这个量够大 而且里面的蔬菜品种也很多 那厨师给我写了 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蔬菜 数了数啊 一共有18种之多 天哪 这个在外面的塑胶史上 应该是不多件的 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到底是怎么炒出来的 为什么要放了这么多的蔬菜 在里面呢 我们还是进去一起找这个厨师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是要18种 对 因为是18罗汉耙嘛 要分开煮的 比如说这个土豆 胡萝卜 它要先煮 还有这个油面筋 这个油面筋 它要先煮的 像其他 像这个毛豆 像其他这些菇类 它要稍微厚一点点 如果煮时间长了 它就不好吃了 口感不好 我们过水的时候 是用那个 就是高汤 高汤煮的 高汤里面 加了也有那个火腿 然后老鸡老鸭 那帮子骨头 铜骨 加这些 然后熬出来 融汤 然后开始煮的 起锅的时候 淋一点香油先上去 就是淋直接浇到上面 对 直接浇到上面 因为它浇到上面 提一个香味 压一个蔬菜的 有一个色味嘛 蔬菜 还有一个色味 然后压一压它的色味 最简单的炒蔬菜 也有这么多的讲究 难怪烧出来的塑胶头 这么鲜美了 金牌塑胶面 怎么样 这个上来的分量 够震撼的 我们先来尝尝 这个塑胶的味道 其实这个炒素啊 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水准的呀 这油少了呢 不好吃 油多了呢 太油 而且这个炒素啊 味道很重要 到底它香不香 入不入味 里面的这种东西啊 火候是恰到好处 包括青菜啊 包括这个刚才吃的 这个荷兰豆啊 都是特别的脆 因为呢 它有很多种素菜 所以炒的火候很重要 因为每一种素菜 这个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这个也是比较清爽的 特别适合夏天吃 不会太油腻 可以把这一整盆的塑胶 全部都倒在这个面里面 然后吃起来 太过瘾了 出一身汗 这个夏天啊 出点汗也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这么大份的塑胶面 您还不心动吗 要说这天气是热得够呛 但大伙吃烧烤的那股子 热劲可一点都没有消退 瞧 这家的热气羊肉串 就是这里最大的金字招牌 一个是自动的 在自己烤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那个羊肉比较好一点 羊肉比较好 它们说是热气羊肉 对对对 一般热气羊肉在哪里可以吃到呢 火锅店 火锅店 就涮的吃 对对对 这个肉本人是没有味道 但蘸这个料才能吃 对对对 稍微要放一点盐就可以 那味道怎么样 蛮好的样 没有看到过这种羊肉串吗 没有 我发现给大家眼睛吃呢 最主要是刚刚的食材要新鲜 还可以吃了老精神 能够长 一块鲜 一块油 加热肉 这个呢 就是112个银 等了旁边烤 所以旁边烤 把米红都弄得来 它里有 是吧 那油烫烫 第一点 有个死东西 能吃得出真正的羊肉的味道 而且呢 油腻的大 相当好 一般烤多久就觉得可以吃 这热气羊肉跟这个冰冻羊肉烤的不一样 冰冻羊肉一般性呢要烤5到6分钟 热气羊肉呢你稍微烤一下就可以吃了 就好像汁水可以当那个油油 对对对对油油 它的肥肉里边的汁水吸到了这个筋肉里面 感觉非常棒 这里的羊肉是肥瘦相间的 一口咬上去既不会太干 太柴也不会太油腻 关键是自动烧烤 烤串烤制的也是均匀到位 味道也是绝对不会因为烤焦而味苦 好吃羊肉最新鲜多汁的好口感 自己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撒上一些调料 绝对是自制好味道 羊肉串我看现在还没有全部熟 大概烤多少时间它能熟呢 一般性看自己口味喜欢是嫩一点的 烤了不要太老的话 这样就一分半准就可以吃了OK了 你喜欢吃这种嫩一点的是吗 对因为这种肉是新鲜的 不是冷冻的所以说没问题 肥肉相间吃下去不会粘在牙齿 一下子就化掉很舒服的 就像牛排的感冲冻的话 就没这种嫩嫩的感觉 肥肉可能也不会冒出这么多油 对对 你平时喜欢吃羊肉吗 一般 那你觉得这里的热气羊肉串就觉得特别新奇呢 这边的羊肉串觉得很好吃 它看上去好像很油啊 但是吃到嘴里一点都没感觉到这个很肥腻的感觉 都没有 这个油水正好是滤在那个上 对对对 口感好像吃不出这个油腻的感觉很好吃 你今天这是吃第几串了呢 第十几串了吗 十几串了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很好 我看你今天打扮得特别的隆重 正好也不用自己手去那里烤羊肉串 今天是我的生日嘛 所以叫了朋友一起来吃 这个羊肉是日吃的嘛 很鲜的 没有烧味的 它那是有点油 不有 如果它烤了时间长一点 就这个油就没有了 对啊 烤没了 但是它就正好是肉质最饱满的 对啊 那个又闻到羊肉味道嘛 而且它这个因为是自动烤的 我们也比较方便 羊肉的味道平时喜欢吗 平时因为冬天一直吃 夏天不常吃 不过他们好像说 也不上火也不干嘛 夏天吃也挺好的 很多人会觉得 夏天吃羊肉可能会上火 其实在三伏天吃羊肉 有强身健体质效果 只要不要过量食用都没问题 尤其这里的羊肉保证新鲜 这个是热气羊肉 这个跟一般的人家 一般的是冻的羊肉 我是这个热气的 我每天就卖几百串 卖关位置 卖关就没有了 可能剩下来就没有办法再保持热气 我每天这个羊肉都是西北洋 每天都是空运过来 那你觉得你的羊肉除了热气之外 还有什么特色 我看每一串的串的很精心的一串 羊肉应该是纯净的不好吃 应该是一块油一块鲜一块油一块鲜 这样烤出来就味道更加好一点 那还是专门找人每天串起来的吗 串的 每天我有三个工人每天要串羊肉 你不要看小看 这个一串串很小的 他们串好串好 这点羊肉要几个小时了 羊肉是保证新鲜了 那怎样烤制得当 调料何时撒 也是这羊肉串美味的关键 喜欢辣一点呢 自己加点辣的 烤好以后呢 站着这个辣粉丝 也可以 对对对 站着这个辣粉丝 就你的经验来说 一般这个肉烤多少时间是最好吃的呢 一般性烤羊肉关键是要火旺 一般性呢 这个我们烧的木炭啊 上来一分多一点 一分多一点就好了 颜色变颜色就可以了 这个是鲜红的 热气的嘛鲜红的 一烤一上火忘火 一定要忘火 烤了以后变颜色 很多不爱吃羊肉的女孩 也能接受这里羊肉串的味道 如果在这个大夏天 你也希望吃上些烧烤 大汗淋漓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这里 自动烧烤的热气羊肉串吧 嗯 太热了 这么热的天就给我冰酸奶 这也不挺饱啊 反正倒挺好 有肉啊 油总比美好 虽然只有一串啊 嗯 你别说 拿烤肉跟酸奶搭配这味道 可蛮奇妙的 嗯 冰浩你这是饿过头了吧 酸奶配这烤肉吃 该有多怪呀 不过今天来到的这家店 还真把这酸奶 做进了菜里 你好 其实这种吃法的话 我也没见过 蛮稀奇的 然后就过来尝一下 肉本身是热的嘛 然后酸奶是冷的 这是冷的这个 对的 酸奶是冷的 所以一个冷热的那个搭配的话 比较能解暑 这个上面 看着有点像奶油的 这个也是酸奶 这个也是酸奶 是最稠的酸奶 我自己是这样吃 就是把肉攒着 攒着酸奶一起吃 感觉挺不错的 嗯 不是甜的 嗯 就是像五六四年代 上来那种老酸奶一样 有那样感觉 然后底下呢 配的是烤的 呃 西红柿 烤的茄子 感觉都蛮不错的 你是也是说 拿这个 蘸的这个酸奶吃 对对 蘸的吃很好 用酸奶当烤肉的蘸酱 还不算什么 您再瞧瞧这个 直接把酸奶 做成了一道冷菜 啊 叫什么开胃愁酸奶 这是酸奶啊 这是叫什么 叫开胃愁酸奶 开胃愁酸奶啊 对 它这个酸奶 烤得很固体的那种感觉吗 嗯 觉得蛮奇怪的 嗯 以前没有见过 嗯 我看这个上面有这种 像那种 一片一片小黑点点的 这种是什么的 它里面应该是 加了黄瓜 嗯 还有蒜蓉 为什么刚才有 微微的轻皱了一下眉头呢 比我们普通的酸奶 要稍微酸一点点 开胃 很开胃 很爽 感觉就是 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 酸奶制品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虽然比较浓稠 比酸奶好像稠了一点 但是因为可能有 橄榄油的那个关系吧 还是蛮顺滑的 嗯 不像奶酪那么硬 今天点了几种 这个酸奶呢 我是点了四种 一种是冷盘 里面这个酸奶呢 比较稀一点 嗯 然后是这个 苏丹的最爱 它里面这个用的酸奶呢 很稠 嗯 然后我喝的这个呢 就是稀的酸奶 当饮品用的酸奶 不像这个中国的酸奶 有甜的感觉 它是有点咸 夏天喝起来以后 冰冰凉凉的 有点咸 就是 很解渴 像这道菜里 它里面也有酸奶 基本上每道菜都是和酸奶有关的 那他们家是什么 就是会用酸奶来做菜啊 包括饮品啊 前菜都有的 对 对 看来这酸奶一入菜 不仅在形态上有了不少变化 口味上还能从酸甜变成咸味 不过您别觉得奇怪啊 这些可都是土耳其当地的特色吃法 大叔我发现 你们家好像很多菜都特别喜欢 和酸奶来搭配啊 对 是的 在土耳其的话 除了烤肉出品的话 酸奶其实也是跟 跟那个烤肉的话 一起搭配吃 其实说土耳其 我就想到烤肉 那怎么会想到说 要用酸奶和这个肉类在一块 包括说其他的菜 因为 吃烤肉的话 会容易翻腻嘛 然后就是说 搭配的酸奶的话 它不会吃的口感就是太腻的 最后的这个是比较适合做 就是 前菜 前菜 对对对 它里面好像有颗粒 我看添加了很多东西的话 是添加这些吗 对 干的薄荷叶 那个呢 这个是蒜末 这种酸奶配蒜末的 我还是蛮好奇的 到底这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那除了加蒜和这个部份 还有什么其他的前菜口味吗 其他的话 就是可以加一些 有机蔬菜之类的 拌在一起 还有就是黄瓜也可以 对对对 这种稀的话 搭配烤肉一起吃的话 就很好 口味很好 然后这种干的话 就是说用这种布袋子 就是去除了水分 对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去水分了 对对对 那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添加水分了 对对对 这个是在当中 在这种稀的当中 加了点盐 然后成为一种饮品 对 酸奶加盐呢 也是他们当土耳其的特色 这种饮品吗 对对对 会得咸咸的 是 那这三种这个酸奶 它的酸度呢 依次是哪个最高啊 这种干的是 酸度是最高的 酸度最高的 对对对 其次 其次就是这种 带有一点水分的 对 然后这个是最不酸的了 对 这里面又加一点水分 为了保证地道的口味 所有的酸奶 都是土耳其厨师 手工制作的 经过不同时间的发酵 让普通的酸奶 呈现出了 不同的质感和口感 帮助消化 又解了油腻 其实呢 没来到家餐厅之前 我也很好奇 这个酸奶 它到底要怎么来做菜 而且它还是 像大厨讲的 它分三种形态 像刚喝的这个饮料 它是液体的 这个是有一点点干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固体的 这个它喝起来的感觉 就是区别于我们那种 乳酸性的那种饮料 它是有很浓厚 那种酸奶的味道的 而且呢 我觉得是越回味到 最后你的舌根上的那种 一点点那种酸酸甜甜 而且真的这个酸奶 很特别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点咸 再来尝一下 它这个前菜啊 嗯 是黄瓜的 而且 它到你的嘴巴里之后 你先首先 不要去嚼它 你就用你的舌头 或者你的上唇 就是要抿一下 整个嘴巴里面 回味出来 还是它那种酸奶的味道 而且它不会让人觉得说 像起司那么有点浓厚 会让人觉得有点腻 在夏天当中前菜来上 这样的一盘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蛮开胃的 最后就是他们 隆重推荐的这道主菜 牛肉 用这个烤肉来蘸酸奶吃啊 这个应该才算是这种 正宗的土耳其的特色 尝一下 还是很开胃 跟我们这个单吃牛排 有很大区别的 它蘸上这个酸奶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牛排也会 我们也会蘸一点什么 黑胡椒汁啊 蘸一点其他酱料 但是用这个酸奶 做蘸料之后 它首先进入到嘴巴里面 就是那种酸酸的口感 完了之后 你再去和那个肉的那种口感 搭配在一块 其实是蛮特别的 土耳其酸奶奶味略重 口感更酸 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的口味 当然 如果您对这种新奇的吃法 很有兴趣的话 不妨亲自去尝试一下 这个麻辣 还是香辣呢 要不麻辣 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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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怪味 诶 豆花 豆花好像挺少见的 豆花 哎呀双胶 双胶吃起来才爽嘛 是不是 双胶 我是四川人啊 菌菇夏天时好像也清清淡淡也挺好的啊 后面还有酸菜 有泡菜 哎呦 不是白羊酥吗 风风火火的 不应该这么纠结啊 餐精子都给你捏化了 烤鱼的口味还是没有点出来 确实啊 如今的烤鱼店那口味是越来越多 真要想好吃哪一种还得下定决心 哎帅哥 选这个鱼的时候当时有没有纠结 有点纠结 有纠结是吧 因为刚才我看菜单的时候实际种鱼 我一直在想到底要点哪一个 你们有没有争执啊 我们会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对对对 因为重口难调嘛 有的会想要吃辣的 有的想不辣的 所以就点两条鱼 这样会好一点 所以这个是辣的嘛 就想点一个辣的 然后再点一换用口味 点一个不辣的这种的 所以以前是经常来这家吃嘛 我看有香 它辣啊 有什么香辣麻辣泡椒霜 就好多好多种 怎么就点了这个香辣的 香辣味就比较又香 然后又有点辣的味道 就比较好吃一点 所以就有辣的有不辣的 然后就都坚固到了是吧 对对对 这是军菇的是吧 对的 因为它这因为夏天嘛 比较鲜这样子 然后我们比较喜欢吃这个 吃那个辣的 太辣的生贩 对对对对 而且会不会考虑这个皮肤的 对对对 是这个不会长痘痘是吧 那这个里面刚刚说 这个是鲜鱼是吧 对 那这个吃起来这个肉质 跟那个辣的里面 那个青江鱼会有什么区别 我是感觉我比较喜欢吃鲜鱼的 然后也比较鲜嘛 再配上这个军菇的话 是挺好的 那这里面除了军菇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料 有的有像这种土豆粉 然后还有就是军生菇 锅笋都有的 那除了这个菌的 还有其他一些配菜的 那会不会我们一般吃烤鱼行 都喜欢比较吃重口味 这个军菇会不会太淡了 然后没有什么味道 这倒还好没有的 裁缝了一圈 我们了解到 他们家总共有23种不同口味的烤鱼 难怪食客们点起来都会有很多纠结 而其中最为经济实惠的就是鲜鱼了 不但吃口肥硕 价格嘛也很实惠 那个在肚皮那一块 这个就是鱼的那个 这个烤出来比较好吃 鱼排那一块 肥的就是比较滑腻 这个肉比较出现比较爽口一点 这个就高级比较香 看了大家的介绍 您是不是也有点蝉颜欲滴了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团购就是要围绕烤鱼而来 一般来说 单是点上一条三斤左右的鲜鱼 要花上上百块 而今天的团购只要98块 不但可以吃上烤鱼 还有很多凉菜和配菜一块搭配 好了 我们就来看看这份团购所包含的内容吧 首先您可以点上一条三斤二两左右的烤鱼 口味呢 当然是随意选择 而且在烤鱼中搭配六种不同品种的配菜 其次店家还为大家准备了四个凉菜和一份甜品 分别是福气废片红油猪手川北凉粉 香菜匀丝和香芋地瓜丸 最后还有一扎果汁 市场价225元 团购价98元 菜单有好多好多种的口味 那今天给我们推荐一种 我们本店有二三种口味 我们本店有四大金刚 金刚有香辣味 豆芝味 怪味 鱼香味 我们怪味比较突出 我们怪味突出的是怪味 麻辣酸甜 麻辣是四种口味 混在一起 对 混在一起怪味 那在制作怪味的过程当中 都是要注意什么东西 我们注意放各种各样的醋 像苹果醋啊什么 各种各样的 很好的醋放在一起调制 刚才说放的一些醋 应该是腌制是吗 这个醋是里面的加工的原料 是主料 鱼我们要腌制好 然后烤箱烤 需要腌多久 应该大概在半个小时 那放到烤箱里去烤 烤在12分钟 12分钟 一般来说烤鱼都是限点活沙 所以经过这一步步的制作 需要花费30分左右的时间 时刻们可是要耐心等待一下了 今天的团购市场价是225块 团购价98块 您就可以品尝到一条 三斤二两左右的鲶鱼 和四个凉菜 一份甜品的美味 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要做你爱情的初代 每天为你做爱情的大餐 让幸福的感觉 吃在你嘴里 浪漫温暖在空气 我要做你爱情的初男 每天为你做爱情的大餐 让宝宝的感觉 存在我心里 酸甜苦辣 藏在我怀里 这是要为我单独开这个个人演唱会了吗 这是 一般来说对着女生唱情歌是很有杀伤力的 你觉得呢 好好听 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好像主要是来拍明星下厨房的吧 其实我是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既会唱歌又会写歌 然后还会下厨房做菜 你姓王吗 这么王婆买瓜呢 张志玲曾经是东方天使 家有好男儿音乐总监 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获得者 最佳创作音乐人获得者 然而现在也从一个幕后的音乐创作人 慢慢转到了台前 发行了自己的唱片 继续他的音乐创作之旅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唱作音乐人张志玲 今天带来我的全新专辑 爱情除男 我今天要唱歌给你们听 那么为什么人气每次要唱歌呢 因为我今天除了音乐表演以外 还带来了两道非常棒的菜 一道叫做麻油鸡 一道叫做手工焦糖布丁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保耳服 保野服 保口服 今天张志玲就带我们来到他 学厨艺的地方 为我们来一次音乐和美食的融合 厨堂的感觉啊 今天是要两道菜吧 应该看上去 是两道菜 介绍一下分别什么菜 一道是一个热炒的一个菜 非常滋补的一道菜 是一个台湾名菜叫麻油鸡 调料用到哪些 调料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是水 白水 然后是这个老姜 老姜切片 然后盐 然后这个是台湾的黑麻油 它是非常的香 跟我们普通的麻油会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一种特别的一个调味料 这碗是什么 这碗是你看像水 但它其实是那个台湾米酒 要用米酒啊 米酒 不用料酒 不行 一定要用米酒 非常尊重的米酒啊 台湾米酒啊 所以这道是比较特色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菜是吗 对啊它是一道很滋补的名菜叫做麻油鸡 大家为什么说滋补就是女孩子坐月子的时候 另外一道焦糖布丁所需要的原材料有鸡蛋 白砂糖 牛奶 淡奶油 也是特别为它两岁女儿设计的健康甜品 第一步 我们要先从麻油鸡做起 用黑麻油煸炒姜片 把这个姜片啊 煸到一个快要焦的 感觉是褐色 深褐色 然后它到那个时候 它的整个它的味道啊 就会整个你等一下会闻到 它的一股香味就会完全出来 果然这个黑麻油煸出来 就是跟平常什么色拉油 橄榄油煸出来不一样 虽然说这个油烟味是 油烟是蛮大的 但这个味道就是非常的香 很香啊 对啊 等姜片编到焦黄 放入鸡块一起翻炒 这个做饭做得很陶醉嘛 唱起来了 对啊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烧菜时候 很多时候需要等嘛 你看像这种时候就要等 然后你就可以哼哼歌啊 想想一些旋律啊 想一些旋律 会有一些灵感在这个做菜的过程 有有有 比如说我这次有一个歌曲 叫做那个爱情厨难 我要做你爱情的厨难 每天为你做爱情的大餐 就其实是很搭嘛 你看他好幸福 接着呢 就可以倒入水 中小火 慢慢的炖煮就可以了 对于他热爱的音乐和超级喜欢的美食 张志玲做了这样的诠释 我觉得其实音乐跟美食是很像了 他都需要你花时间去那去去做 然后花时间去料理它 所以我们在因为我平时真的除了写歌以外唱歌以外 就很大的爱好就是吃和做菜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突然想到干脆我们这张专辑就把 结合一下 对把它结合起来 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在中间有一个种种食材 小贴士 洋葱啊 对你看我们当中就有 教大家怎么做那个 那个焦糖布丁啊 教他们泡茶 然后这边还有K歌小贴士 告诉大家因为我本身你知道吗 对很多东方天使啊那些好男人啊都是我培训的嘛 所以这一张里面就有K歌小贴士 教大家怎么成为K歌之王 然后又教大家怎么可以去做菜 我给你唱一句你看我有没有天分呗 好 谢谢 出卖我的爱 背着良心窄 最后知道真相的 你都不看我了 这好无奈了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但是你嗓音很好啊 谢谢 可以唱 谢谢前面 可以唱那些就黄小虎的歌了 黄小虎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不错不错 兵浩我看还是不要在专业人士面前班门弄斧了 不过趁着煮鸡汤的时间赶紧来介绍一下焦糖布丁怎么做吧 首先就是把那个鸡蛋 取 只取蛋黄 对 只取蛋黄 这个蛋清我们可以留着 晚上加点蜂蜜 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面膜 如果是五个鸡蛋呢 它其实蛋黄取出来大约可能是在125克左右 那么如果那你就要准备一倍的量的牛奶 250克牛奶 然后呢蛋奶油呢 也是差不多是120克左右 125克左右蛋奶油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配一点 对对对 然后呢你要准备50克左右的白砂糖 可以在火上稍许加热 让白砂糖充分融化 接着倒入蛋黄液 边倒边搅拌 以免让蛋液凝固 然后把里面的气泡和杂质过滤 最后的熬制焦糖可是相当健康底的 首先你要掌握它的一个一个 糖的一个它的一个温度 因为它 中火小火 这个你可以先是用中火 小火会太慢 用中火 然后你要不停地去抖动糖 因为它糖 它的受热以后 它的变化其实是会 在你判断它的之后 所以你觉得可能要翻了 那你可能还在要等一等 对 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吗 白砂糖变成糖水了 然后你不能过这个时间 不然它就会变成那个焦 就太焦了 在杯底淋上一层焦糖 放入布丁液 在烤盘中倒入三分之一的水 放入烤箱 180度烤个半个小时 不过这边还没制作完成 想要吃的话 还要在冰箱里冷藏一个晚上 鸡汤呢 也要经过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炖煮 才可以喝 绝对和你平时喝的鸡汤 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我既有时间 如果我今天下午 哇 有三个小时之间 我不会去说 去锻炼军起啊 或者去干嘛 去打个球 没有 抱上我女儿 就直冲西郊公园 对 就把大家去动员 好爸爸 因为我平时真的没有时间陪她 有没有给女儿写过歌啊 这给老婆的也可以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小段好不好 还真的是把我问到了 但是我可以现场可以 现场来啊 写给老婆还是写给女儿的 写给女儿吧 宝贝听好了 你是我生命中最亮丽的彩虹 你是我一生中最呵护的宝贝 给你一场最美的歌 给你吃 爸爸做的手工教堂布丁 今天呢是听到了非常美妙的音乐 也品尝到了非常这个好吃的美食啊 可以说是嘴里听力都得到了满足 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有可以像志玲哥这样的好手艺的话 记得一定要通过咱们的官方微博 或者微信来联系我们 当然了 也记得要多多支持我们志玲哥的爱情除南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明天统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